记者许卓勋桃园报道 2018桃园彩色海域记将于3月10日开始至3月25日 在大园区西海花卉园区登场 会场广值一公顷红白黄粉紫粉色的海域花田 今年花季以爱情为主轴 是否结合婚纱业者在地花农打造恋人圣地 是否也规划在此设立西海休闲农业区 希望结合在地农场集花卉特色 持续推动农业转型 让民众一年四季都能前来赏花 市府农业局农务科科长胡淑芬表示 活动会场占第四 五公顷共种植一公顷红白黄粉紫等色的海域花 活动开始时正值盛开花期 预计可至4月初 胡淑芬说 红色海域的花与世我爱你 象征中真不语的爱 也与这次浪漫玉花园的主题呼应 邀请民众来体验被焚花永促的浪漫氛围 胡淑芬说 是否为推动农业转型 与在地花农合作 未来西海休闲农业区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赏 春天以各色海域为主 夏天则种向日葵 秋冬则是大波斯菊等景观绿色草花 今年海域继为期16天 横跨三个周末 活动包括唯美婚纱秀 小花童竞赛 传统古礼音曲 花生幸福音乐等活动期间 民众可于桃园高铁站 A18站9号月台 温中三停车场 林园居休闲农场 路口搭乘接驳车前往 详细活动讯息可上桃园彩色海域记查询